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出现上涨 最终美国的大盘指数标普500是上涨0.4% 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从1430美元价格回落至目前1409美元 而石油价格则稳定在59.50美元 过去两周上涨非常疯狂的数字货币比特币 目前价格从13000美元下落至11200美元左右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热门话题 在昨天我们知道澳洲有一个奶粉股的价格是突然上涨超过了20%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知道澳洲的奶粉一直深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 其喜爱程度超越了欧洲 特别是荷兰的奶粉 包括美国的奶粉 像一些著名的品牌 比如说澳洲的A2牛奶 贝拉美 爱他美 以及最近几年特别火热的S26 包括雀巢 都深受中国家庭的喜爱 应该这么说 在我周围所听到的中国的这个新生宝宝 几乎用的都是进口奶粉 而且他们还特地脱青盆好友呢 从国外而买 其实我们知道呢 这些澳洲大部分的奶粉供应商 在中国的淘宝 天猫 包括了京东都有自己的直音店 但是呢 可能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中国的妈妈们呢 还是要托人从海外直接给他们买回去 所以说呢 澳洲的奶粉呢 其股价呢 在过去几年也是涨上了天 我们知道的所熟知像A2牛奶 它上市时候呢 仅仅只有呢 药元 最高时候呢 接近于达到了涨幅 达到了15倍之多 所以说 昨天 有另外一个中小型的公司 叫BOB 它的股价呢 则突然上涨 达到了20% 这到底是为何呢 我们知道呢 BOB 曾经呢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它的股价呢 仅仅只有0.2澳元 也就是我们说的 两毛钱 但是自从中国著名的 我们说的网上电商 京东 它的老婆 我们说的奶茶妹 张泽天 入股之后呢 这个股票就经历了几轮的炒作 其股价呢 从0.2一路是上涨最高 达到了1.6澳元 涨幅高达8倍之多 那么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 这个BOB的奶粉公司 再一次发出新闻 宣布呢 将会和澳洲前总理 陆克文的女儿 联合进驻呢 淘宝的天猫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它这个也是从之前的京东 一条路 现在发展成为两条腿 不但是在京东 同时也是在天猫上销售 但为何 我们知道 它自从发布了 要进驻天猫之后呢 其股价呢 从1.6澳元是一路下跌 跌至了周三收盘时候 不到呢 0.95澳元 也就是说 掉破了1块钱 那么在昨天 幸亏它再次发布 重大的利好消息 宣布呢 与中国最大的母婴 连锁企业 叫做孩子王 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 之后呢 BOB的奶粉将会进驻 孩子王在全中国 超过350家的连锁店 预计呢 营业额将会在今年 出现重大的增长 也正是这个消息 帮助了BOB的股价 从0.9澳元呢 一路上升至最高 达到了1.2澳元 但是呢 很多投资者不仅要问 为什么之前 过去的半年中 它利好消息一直不断 但是股价 却从1.6当时最多 下跌至0.9 其本质的原因 如果我们能够多花一点时间 看一下它的财务报表 不难发现 到目前为止 BOB公司 依然是在亏损状态 虽然说它是目前经历的一个快速的发展期 但是呢 它目前不论是从正现金流上来看 还是从营业报表来看 它的净利润目前都是负数 也就是说 它不是一家赚钱的公司 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们买股票呢 有两点需要重点考虑 一是要看有核心的竞争力 第二就是要选择那些 有正现金流的公司 因为你一旦有正现金流 你的经营状态就比较好 经营的压力 特别是现金流的压力 就不会那么大 那如果是现在是亏损的公司 虽然它发展很快 但是一旦资金链出现断裂 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BOB就是一个目前来说 还没有达到正现金流的公司 所以对比其竞争对手 不论是A2牛奶还是贝拉美 那些公司或多或少 都是在盈利 只是盈利多少而已 但是BOB到目前为止 也就是18年12月31日的财报 上一个财报来看 还在亏钱 这也正是导致其股价 迟迟上不去的原因 一有利好可以冲上去 但之后它的经营财报 每季度财报发布之后 大家一看 咦还在亏 那就纷纷卖出去 所以说如果对于我们 相对于保守型的投资者来说 不妨等知 它的现金流达到正数 或者说它正式开始赚钱之后 我们再去考虑进场 那么再说一点 就是有关澳洲的降息 我们知道澳洲央行在6月份 首次对澳元进行了降息 现在大家纷纷在猜测 下一次降息是什么时候 首先我可以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知道澳洲的降息 或者说一个国家 推通过通 降低它的利率来刺激经济 就好比是我们感冒发烧 和吃药是一样的 一旦生病之后 你不可能吃一天的药 或者吃一次的药 就能见效 它必定是一个三五天连续服用 并且很有可能需要 在病好了之后 再巩固一两天 这个澳洲刺激经济 也是一样的事 它现在降低了利率 就相当于是第一天开始吃药 你就算暂时零丹妙药 这个一天是不可能治好的 因此它起码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 也就是说它未来 很有可能会继续的降息 从目前澳洲证监会官方网站 给出的概率上来看 在下周二下午的降息 概率达到了70% 虽然这个数字 每天都会有10%的上下变化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70%就说明现在市场 很多人觉得下周二会再次降息 但是我个人觉得 澳洲央行在下周二的决定 恒大程度上将会看 本周六中美之间的谈判协议 那如果中美能够达成贸易协议 毫无疑问的是下周股市将会大涨 全球经济的信心将会再次复苏 而那个时候来说的话 澳洲央行或许会再等一两个月 但如果中美在本周末谈不好 出来的是坏消息 那有极大的可能澳洲央行会立刻动手 在下周再次降息 所以说在下周二是否会降息 我们最终还是要看这周末 中美贸易之间能否达成协议 以上就是本期 GoMarkets每日快讯 欢迎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